眼前这个红色的机器怪物是道琪和同伴刚从海里打捞上来的 在场的众人都感到十分惊奇 道琪更是好奇地拿出小刀 切开怪物头部的皮肉组织准备一探究竟 结果发现里面竟大有乾坤 突然间一只骷髅机器怪突然蹦出 差点惊掉了道琪的下巴 把老实人逼急可没有什么好下场 而就在几天前 道琪还只是一个渔夫 那天正随于船出海打鱼 却遭遇了罕见的暴风雨 这才意外发现了这艘失去动力的科研船 船长用大声弓朝起喊了半天 嗓子一耳都要喊破了都没有人回应 无奈之下船长吩咐水手 带好武器上船查看 惊讶地发现船上竟然没有一丝生气 根据船舱和甲板上的弹孔推断 船上大概率是遭遇了海盗的袭击 然而等众人进入主控室的时候 发现事情渐渐变得古怪起来 这里不仅一片狼藉 很多地方竟还留有星红发黑的血迹 他们本想从航海日志上获得一些线索 却马上就发现这都是徒劳 因为上面全是俄文 没有人看得明白 紧接着他们发现 船上的电力系统全部被破坏 无线电也失去了作用 在船上打亮了一番后 众人无不露出一副兴奋的表情 因为根据海事法 只要将公海上发现的遇难船拖到港口 他们就能根据船只规模领取相应的补贴金 如此之大的科研船 想必补助金必定不费 够他们快活好几年是不成问题 但想要得到补助 还有一个奇怪的规定 那就是脱回的遇难船上 不能有任何一个活人 为了发财梦不被泡汤 船长当机立断 命令手下兵分两路 不放过船上的每一个角落 一定要不留活口 另一对人马检修电力系统 他们得将这艘船开回去 不然只望自己的小渔船一年也回不去 两名水手进入轮机室 突然发现 事情好像没有他们想的这么简单 失去动力的设备 只是被人拔掉了继电器 只要将后者插上 就能简单的恢复所有电力 没成想 就在一人插上继电器的瞬间 船上的某个角落 却突然响起刺耳的爆鸣声 大家并没有为此在意 认为可能是船只很久没有通电 属于正常现象而已 没成想 紧接着船上就发生了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意外 巨轮的铁毛突然滑脱 精准地将旁边的渔船砸穿 其中一名水手不幸落水 好在杰克挺身而出 这才避免了惨剧的发生 而落水的水手印第安 也只是被割上了大腿 这个时候有人开始猜测 这艘船可能正在被暗中操作控制 船长不容许意外地再次发生 于是当即派出自己的得力助手进行查看 必须要派出一切不确定因素 既然收到命令 首先来到了武器室 将里面的各种长枪短炮拿在身上 瞬间增添了不少的安全感 最后众人来到隔壁船舱 竟惊讶地发现了导弹实验室 并且地上到处都是被扯断的电线 损毁的物品更是七零八落 紧接着 机舱出口处的新鲜血液 绷紧了所有人的心血 稻齐和同伴不得不到抽一口冷气 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 看着走廊内的情况 似乎是有人曾在这里 与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 目的应该是夺取对电力的控制 两人走到尽头 一根电线突然从地上站了起来 是的 你没有听错 其实是一个通红的摄像头 后面连接着一根电线 稻齐抬手一枪将其打爆 发现这竟然是一个被控制的机器怪物 随着二人的深入 他们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 整个机舱内部赫然已经成为了一个机器怪物生产车间 稻齐目瞪口呆 决定先走为妙 于是拉下了电闸 顿时让整个车间失去了电力 变得一片漆黑 可他们刚想要离开这里 身后的机舱就突然恢复了电力 所有的制造程序也被重新启动 稻齐这下彻底不淡定了 他开始仔细端详起来 发现这些机器怪物的组装竟然张法十足 气十分巧妙 正看得入神 他举起手中的枪 说了说其中一个正在被制造的机器怪 没成想 立刻就惹恼了这个钢铁电线组成的家伙 稻齐不得不立即开枪还击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 一个黑影突然出现 对着两人就是一阵乱射 后者不得不找掩体暂避锋芒 与此同时 船长等人终于在医务室 找到了给印第安疗伤的医疗物资 正准备为其简单的包扎一下 一个戴着防毒面罩的神秘人就杀了过来 看起来十分惊慌 好在神秘人的子弹没有让人受伤 杰克从门后闪身而出 一棍就将其打晕在地 众人掀开神秘人的面罩 竟然发现里面是一个金发女人 后者名叫金妮 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疯狂大汗 让众人赶紧熄火 还念叨着一些外星人之类的字眼 大家只当他是疯了 便谁也没有在意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道琪等人抬着一个血淋淋的机械人 回到了这里 众人看到后立刻就傻了眼 眼前的东西已经不能称之为人 虽然有人类的皮肤组织 但躯壳内部依然是一副机械组成的骨架 现在大家才渐渐相信了金妮所说的一切 原来这艘科研舰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突然遭到了来历不明的入侵 入侵者并没有实体 也不是什么生物 而是一种类似电脑程序的怪物 他们可以控制电脑软件 利用寻找来的一切材料 组成生物武器 目的就是对人类的暗杀 船上300多名船员 除了金妮之外 已经全部遇难 听了金妮的这番话后 众人还在回味这里曾经发生的恐怖故事 海上却突然刮起了飓风 整艘船瞬间开始剧烈摇晃 几人本想努力操控方向 却发现根本无济于事 眼下只能去轮机室强行操作 然而几人还没到 就察觉到了一个诡异的事实 那就是此时的船 好像正在自主进行转向操作 本以为是有队友提前来到了轮机室 用无线电呼叫了一圈 也没有人回答 疑惑不解的大家来到轮机室 却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到瞠目结舌 仅仅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轮机室的大门就不知道被什么人用电汗焊死 透过门上的玻璃窗 众人发现希克赫然站在里面操作轮机 很快希克也发现了外面的情况 他二话不说就把门砸开 嘴里还阵阵有词 这下众人可看清了 眼前的希克已然被改造成了生物武器 他的半边脸都被换成了机械摄像头 与此同时 希克身后竟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蜘蛛机器人 后者撕开十几厘米厚的钢板 就跟撕开一张纸一样轻松 更不用说受伤的队友了 众人都被吓傻了 鸡飞狗跳的退回了机舱 不多时 舱门就一点点的被砸到扭曲变形 千军一发之际 道琪集中生智 准备想办法在电脑上与对方谈判 话不投机半句多 很快他们就知道了一个道理 对方看待人类的方式 竟然是祸害环境的细菌和病毒 外星人和人类之间 根本没有什么谈判的必要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就在这个时候 机械怪砸穿了大门 道琪见此情形 立即打光了弹架里的子弹 最后用火箭筒炸开身后的舱壁 带着众人逃出升天 却在这个时候 船长认为 自己才是那个应该发号施令的人 可没人过得上他 因为他们都着急着 寻找舰船上的电脑主机 只有那样才有机会 彻底击败外星怪物 就算走投无路 也能让舰船沉没 大家要死一起死 等异形人来到主控室 却惊讶地发现 这里仅空空如也 主机不翼而飞 计划也就此作废 在回头看去的时候 身后的出口 却已经被堵得严严实实 这边的机器怪还在步步逼近 以他们现有的火力 根本没有办法与之抗衡 眼看最后的舱门 也正在被焊死 竟然只能顺着梯子 往外面逃窜 甲板实在过于湿滑 印第安一不小心 直接被卷入浪潮 没了踪影 经过一波三折 他们终于来到了 顶端的天线控制舱 一番讨论过后 大家也弄清楚了 外星人的计划 就在离此不远的地方 有一座卫星情报站 现在显而易见 外星人是想夺取那里 并通过网络不断扩大规模 从而达到毁灭人类的终极目标 为了不让侵略者的阴谋得逞 他们准备与外星人 拼个鱼死网破 然而就在几人准备行动的时候 船长却突然出现 此时的他 已然变成了由机器支撑的空壳 原来就在众人离开后 船长竟主动找到了 机器人生产车间 与外星人达成共识后 贡献出了自己的肉体 接受了外星人的数据信息 自己也躲不过被改造成机械怪物 没想到船长的抗击打能力 属实是不强 经过感知的机体 并没有强力的装甲保护 很快就在几人的急火攻击下 被一颗手雷成功炸毁 不多时 一星人就到达了设备舱 捷克在管道上安装了定时炸弹 准备直接将船炸沉 怎料几人刚刚找到救生衣 几起蜘蛛怪就打了进来 后者仅仅挥舞了几下机械臂 就把其要粗的钢管打折 捷克和基尼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直接就被砸晕 尼塔则是被打下了甲板 好在下方刺客已经有厚厚的积水 这才让其不被摔死 但也惨遭机器人的火捉 机器人将其带回自己的地盘 倒吊起来 使出高压电流刺猴 想要得知定时炸弹的位置 尼塔宁死不屈 危急时刻 到其神兵天降 一发火箭弹就让机器怪被打倒在地 可他的战斗力显然是天花板的存在 一个驴打滚后 就再次向他们发动攻势 巨大的攻击力 让机舱也跟着应声倒塌 为了保护尼塔不受伤害 吉尼挺身而出 却被机器人死死夹住 只见吉尼丝毫没有畏惧 反而还要举起手枪 进行拼死抵抗 他打爆了地上的溢爆液体罐 让自己和机器怪 一同消失在熊熊大火之中 与此同时 杰克缓缓从昏迷中醒来 然而 到其显然就没有这么幸运 已经被爆炸产生的碎片刺穿了肚子 可能感觉到了自己大线将至 到其用尽全身的力气 也要告诉杰克 说什么也要去飞弹舱一探究竟 那里有一样宝贝留给他们 话音刚落就没了气息 杰克顾不上悲痛 找到尼塔后 便带着齐一同赶往飞弹舱 直到二人赶到这里 才发现 到其口中的宝贝 原来是一艘装有火箭喷射器的鱼雷舱 他们恍然大悟 原来这是用来逃命用的工具 但是就在这个结果眼上 还没死透的机器怪打破了舱壁 跟在二人后面穷追不舍 看来他的目的也很明确 危急时刻 二人终于将鱼类舱发射 载着两人逃出生天 绑在鱼类舱上的隐信也被扯断 巨量的TNT炸弹 瞬间就让这艘庞然大物 带着邪恶的外星入侵者 一起在火海中灰飞烟灭 风平浪静之后 两人幸运地被救援飞机发现 终于给这起事件划上了句号 可就在这时 一个没有动静的人 正趴在一个漂浮上随波逐流 等尼塔仔细一看 正是失踪的印第安 就在尼塔准备唤醒她的时候 却突然被其抓住了手腕 再看印第安的脸 依然是一片血肉模糊 至此全片结束 影片《异形总动员》上映于1999年 是一部由著名导演约翰·布鲁诺指导的 一部科幻惊悚电影 作为一部90年代的作品 独一无二的怪物设定 是后期几乎少有作品敢说比其更加优秀 各种逼真的模型制作 比现在一味的使用特效 要更加真实 有吸引力 总体而言 这部电影大大出乎了 现在许多影迷的预料 是一部质量无话可说的科幻恐怖佳作 只要说比其更加优秀的 这部电影大一路